顶层之中雷光闪烁,染昌盘坐在半空,这种时候只能静等萧炎的消息,至少目前还是能够清晰地感知到顶层之中的生命气息并无大碍。 此时,萧炎助力于雷狱大殿的顶层之上,在其头顶之上并是有着一支雷缝,所有的神伐天雷都是从他的身上散发,四周上百条铁锁将其困在其中。 将他囚禁于此,这等气息果真是雷霆之心。 萧炎惊喜地看着头顶上,身后蔓延着不知道蕴含着多少雷霆之力的雷海,那恐怖的气息令萧炎心惊胆战。 雷凤张口,传出来的身影不是凤鸣,而是滚滚的雷霆咆哮声。 他闪烁着雷光的双眸,赫然看向了萧炎,爆发出了浓烈的力气。 毁灭,毁灭。 滚滚雷声当中,传出一道充斥着浓浓力气的声音,只见雷海盘旋,在其雷缝身后,旋转形成一片巨大的漩涡云。 雷声闪烁,雷霆在雷缝身上汇聚。 其一双毛子死死地盯着笑眼,没有任何的精芒波动,看起来似乎没有灵质。 不应该啊,也许天雷都拥有极高的灵质,包括火焰之心。 它们在一定程度上,也算是有灵质且不死不灭的生灵。 莫非它并非雷霆之心吗? 萧炎眉头微皱,看着天空之中充斥着浓烈力气的雷缝。 不等萧炎过多思索,雷缝猛地一张缝口,滔天的雷光汇聚,一道雷霆光束朝着萧炎嘶笑而来。 蕴含着之前完全无法比拟的雷霆力量,这雷霆光束当中蕴含着恐怖至极的毁灭之力。 虽然萧炎经历过了第二层洗礼后,雷海突破到了九十万方,可雷凤这一击,萧炎感知到的却是死亡危机。 也就是说,在这雷霆光束下,萧炎根本没有任何抵抗的能力,请客就会被轰成飞灰。 即使萧炎如今有九十万方如此磅礴的雷海加持,可仍旧在雷凤这聚集这无比强大雷霆光束下,不堪一击。 难怪这顶层一个人也没有,即便是九星斗神巅峰,也仅仅只是在第二层,这才是真正的神发天类啊。 萧炎眼中也是露出凝重之色,不过却没有丝毫地退缩。 不过正好,倒是可以借此看看能不能让本尊彻底掌控灭须天类。 萧炎说完,仙魔翻身便是出现在了身旁。 此刻的仙魔翻身已经彻底变成了一个老头的模样。 萧炎眉心之处,邪尊印记浮现。 在雷霆光束来临之前,仙魔翻身和萧炎本尊的身影便是重叠在了一起。 顿时间,萧炎浑身黑雷闪烁,猛地抬起头,看向了咆哮而来的雷霆光束。 下一瞬,萧炎的身影便是被这针耳欲聋的雷霆光束给彻底笼罩其中。 灭须天类将萧炎的浑身笼罩,这也是仙魔翻身最后一次爆发出他的力量。 萧炎能够感受到,仙魔翻身的生命在迅速地流逝,整个神区已经濒临极限。 奔上之后,光束消散,地面雷霆弥漫,萧炎助力其中屹立不倒,身上闪烁着滔天的雷光。 一百万,此刻,萧炎眼中精芒暴起,感受着体内磅礴的雷海。 仙魔翻身分离而出,萧炎立刻涌出一缕不灭之火,稳住了即将消散的生命气息。 萧炎天类,如今我的肉身,可否有资格掌控你的力量? 萧炎沉声说道, 斗身力量勉强足够,还需看你意志够不够前任了。 萧炎天类的声音传出,萧炎闻言重重点头。 我已经准备好了,来吧。 仙魔翻身的肉身猛的一颤,只见一颗巴掌大小的黑色雷星,从其肉体之中分离而出。 悬浮在了萧炎跟前。 卷起,萧炎一挥手,便是将彻底奄奄一息的仙魔翻身收入了空间机制当中。 以不灭之火为其续命,令其翻身暂时还有生命气息。 仙魔翻身,乃是仙魔古街的十二十足之一,这等身份,说不定日后还有用得上的地方。 所以,萧炎暂且保住了翻身的生命。 灭须天雷悬浮到了萧炎的身前,看着巴掌大小的黑色雷星,而后化作了一道黑色的闪电,重入了萧炎的丹田之中。 与此同时,萧炎体内顿时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灭须天雷的没入,彻底打破了三大火焰之心的平衡之局。 萧炎当即就一大口鲜血喷出,体内狂暴的能量疯狂肆意。 疯狂冲击着萧炎的血脉,整个体内犹如火山爆发一般。 萧炎立刻盘坐了下来,运转紫尘虚灵绝。 强大起柔和的力量,宛若两只大手出现在萧炎的体内, 然后将紊乱的三个火焰之心安抚下来,缓缓围绕着灭须天雷。 看到这一幕后,萧炎才缓缓松了一口气, 但下一瞬,来自灭须天雷狂暴的能量便是充斥萧炎的全身。 而萧炎一百万方的雷海也是涌动而出, 与其力量开始相互抗衡抵消。 一百万方的雷海开始迅速被灭须天雷吞噬, 但随着雷海的消散, 萧炎体内出现了第一道灭须雷脉。 玄机第二条,第三条,第四条。 萧炎肉体之中,一道道灭须雷脉被开辟而出, 但同时雷海也在迅速消散, 后续的雷海化作了灭须雷脉。 之前仙魔分身,只不过开辟出了十道, 此刻萧炎百万雷海消散过半, 但同时灭须雷脉也超过了十条。 随着数量的增加, 开辟灭须雷脉所需要的雷海也越来越多, 百万雷海就被灭须天雷吞噬殆尽。 萧炎体内灭须雷脉赫然定格在了十八条, 但这并不代表萧炎就成功掌握了灭须天雷。 下一瞬,萧炎整个血肉炸裂, 浑身上下灭须天雷无比暴躁, 疯狂地肆虐着萧炎的肉身。 顿时间,整个雷域大殿的顶层 传来了萧炎痛苦惨叫的声音, 那惨烈的轿声传荡整个雷域大殿, 不少被萧炎欺负过的人 岂是目露惊芒。 终于,终于是善有善包啊, 这轿声肯定就是那恶人了, 我觉得它比我们更有资格被关在这里, 太可恶了。 声音传出雷域大殿, 盘坐的染昌猛地睁开双眼, 惊慌地看向了整个雷域大殿的顶层。 此刻,大殿当中更是抱起了刺眼的雷光, 将整个顶层照得通明。 下一瞬,更为奇厉的惨叫声从其中传来, 而这惨叫声正是硝烟无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的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